近段时间以来,民进党当局与美勾连愈发变本加厉 尤其是此前还多次高调迎接美国政客窜台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民进党当局极力抱着美国大腿 无非就是想以美谋独 然而,殊不知,台独势力犯下的每一个错误 实际上都是在加速祖国的统一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后 解放军从绕台、围台到锁台的常态化军演 这就是很鲜明的例子 面对大陆释放的强烈信号连日来 岛内人士除了对民进党当局大肆勾连美国的行径予以批评 也就当前台海形势表示担忧 据海峡岛报报道,对于当前的台海形势 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在早前召开的爱和平 跑台湾921游行记者会上表示 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中国龙与美国英博弈的前哨战 失去了台湾的自主性 有一些人选边站不知不觉变成抗中急先锋 如今战争已经在家门口 也正是意识到当前台海形势的危险性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早前举办的中国大陆军事演习 与台海安全民调发表会中 只有18.2%的台湾民众认为要继续抗中保台 反而是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表示支持两岸紧缩恢复协商 75.0%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与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往来 此外还有高达80.4%的台湾民众支持与认同两岸无冤无仇 我们不要战争的主张 由此可见 在两岸是否由冲突升高走向战争的关键问题上 台湾民众想要的还是和平与弊战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他还表示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深切认识到 台独意味着战争 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被裹挟充当民进党当局谋独的炮灰 做亲痛愁快的事 与台湾同胞要安宁要发展 要过好日子的共同心声背道而驰 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开历史倒车 只要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的正轨 停止谋独挑衅 两岸关系就可以改善发展